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这个是两个气息 还是准备了 对 嘗嘗嘗嘗嘗地吃饭。 嘗嘗嘗嘗,常常伤。 嘗嘗嘗地来吃饭。 嘗嘗嘗就是来吃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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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清楚 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应该观察 观察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 出现了没有 前面所讲到的一切人物的这种心 然后又要同时观察 我们自相续当中产生没有前面所讲的一些无意义的这种心态 一旦就发现了自相续当中的确产生了烦恼 或者是无意义的这些状态的时候 那么我们以正知正念来立即对质 通过这种方式来坚持不懈地收持自己的非常珍贵的菩提心 这个颂词应该这样来理解 我们从广的方面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观察 前面已经所分析的所有的贪心 惨心 愚痴以及难度 恐怖等等 这些心态实际上 对我们的精神来适 危害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 始终都是要观察自己的三门 尤其是在心态上面 继续观察 然后观察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确已经产生了 前面所讲的一些嗔恨心 贪心等等 这些烦恼产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危害性 知道它的过患 然后立即用我们的对治方法来对治它 比如说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用慈悲心来进行对治 然后生起贪心的时候 按照小乘佛教和一些大乘佛教里面所讲的那样 这个不经观 以不经观来进行对治 生起愚痴的这种心态的时候 以缘起空性法来进行对治 这样以后 自相续当中还产生什么嫉妒心 傲慢心等等 这个时候也应该对治 寻找比如说嫉妒用平等性 或者是用自他交换的这种心态来进行对治 产生傲慢心的时候 应该就是自我摧毁的这种 摧毁我智的这种心态来进行对治 这样以后 我们的修行一定会是如理如法的 这是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前面所讲的那样 比如说没有经过观察的时候 顺顺变变化 地 割草 或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奇遇等等 做一些无有意义的时候 也应该发觉到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发菩提心的人 每天这样闲着 有什么用呢 一定要在心里面产生这样的念头 进行对治自己的恨恨恶恶的状态 或者是无作实实的这种行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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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宝或者是对四弟十二元气等 圣法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首先是不会趋入正法 即使你趋入你的这种法 就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信心是一切功德之缘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即肯定 即肯定的话 从见解的角度来讲的 我们经常说的是圣戒心 什么是圣戒心呢 自己所学的这个知识 不管是空性也好 对三宝四弟方面的这些知识 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种证件 就是断除他的一些违凭 比如说邪见 怀疑 一些非礼作义的这些违凭 全部断除 让自己从内心当中 哦 对 前世后世是必须存在的 那么三宝的加持和功德就是不可自已的 并不是别人人与与云 而是真正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定解 这叫做肯定 第三个叫做见闻 所谓的见闻 你不管是你的信心也好 你的见解一定要坚持稳固 就是坚持稳固 如果你没有稳固 随着风而飘荡 那你学习是不会成功的 在自相续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稳固的这种见解 就是信心 就不知道 你对我来说 Mafia 这个是有比较 如果是有比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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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修行人 前面也已经讲过了 一定要支禅有魁 如果没有支禅有魁的这种功德 那做什么事情也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有了支禅的功德 就像我们《二规教言论》里面再三的强调一样 什么样的功德也会具足的 包括护法神也是会护持的 可以讲第六个功德 叫做为因果 为因果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对因果 就有点怎么说 哦 害怕以后我会不会堕落啊 这样做的话 犯因果的造了恶业以后 一定会受惩罚的 有这样的心态 真正正无空性的话 就像以前莲花生大师所说的那样 他的见解越来越高的时候 取舍因果是越来越细致的 那么第七个 叫做寂静 所谓的寂静 我们的身体 语言以及心态 全部要得以寂静 当然所谓的心的寂静 比较而言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心也是经常不会忽视乱想 不会东向西向的 经常安住在他的 如理如法的状态当中 这叫做心寂静 因此平时作为学习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就是心要寂静 然后第八个 叫做清与乐 清与乐即使说 我们要努力地为了众生的利益 而做一些事情 让众生欢喜 2018年も努力地为了众生标 науч sick good 众生标 我们 勿�理 有此共产任 此顿 爆响 以риз句 孔子 无论 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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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 各种不同的意乐 不同的根机 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 为什么传八万四千法云呢 就是众生的根机和意乐 他的想法等等不相同 因此赚了这么多法 原因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利益众生 弘法利盛的时候 别人说什么呢 当然是有理由的话 我们也应该值得接受别人的意见 但是一般没有意义的 很多人会各种各样的话 会说出来 因此我们不应该特别地去执着 应该自己 凭持自己的良心 凭持自己的善心来利益众生 这一点在弘法利盛过程当中也好 自己修行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 佛陀在《佛罗那秦闻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见到这些众生 造恶业的时候 尽量劝套他们 恒使对他生起慈悲心 不应该对他生起嗔恨心 就不应该生起嗔恨心 包括弥勒菩萨在《经庄业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众生无有自主地 恒常造一些罪业 当他造罪业的时候 作为一些执热来讲 不会执着他的过失 而经常说 他们不愿意的情况下 会行持这样颠倒的时间 就是会颠倒的时间 他的这种悲悯性更加增长 这是在《经庄业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我们平时遇到一些恶劣的人 遇到一些坏人的时候 对他不但不生嗔恨心 而且生悲心 是这样的创作业的别确定 就是因为御 proof的创作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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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